各位评审老师你们好 我有一些读后感想要与大家分享 伟生是一个信守承诺之人 答应他人的事情都会如约而至 而伟生抱住这一个故事让我深有体会 在我们生活当中 人与人之间的承诺是非常重要的 当我们答应他人 我们就应该赴约 而不是因为事情耽搁了 而不告知他人让他人等待 诚信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美德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遵循这一个美德 还记得那是六年级的事情了 记得有一段时间里 同学们都在为小六简订考试做准备 考试前一天下午 我的同桌问我有没有多余的五笔笔 我家里正好有两只 就答应明日早晨把笔给他 回家后 我因为忙于做作业而把这事给忘了 第二天 同桌问我要笔 我的脑子突然一下就蒙了 我没带笔呀 后来同桌把这件事告诉了老师 老师正好有备用的五笔笔 就借了一只给他 虽然说那次我的同桌顺利完成了考试 可从那次以后他就不信任我了 我自己心里也感到很纠结 的确这种时候任何语言的解释都显得苍白无力 尽管我是无意的 从那件事情以后 我很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努力做到言必行 行必果 有的时候我已经睡到床上了 突然想到答应过别人 却还没有完成的事 马上就去把需要的东西准备好 慢慢的我的同桌又开始信任我了 周围的人又开始大胆的把事情交给我做 同学们普遍的认为我是一个讲信用 守承诺之人 正因为这样 我和同学们相处得更加的和睦了 我内心中那不坚信的疙瘩也消除了 古今中外 有很多人诚信待人 如三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诸葛亮 他曾经率领十万数军 在骑山与司马仪率领的三十万卫军对阵 一时难以取胜 在这紧急关头 蜀军竟然想回家乡 他们心想 大敌当前 这个愿望一定会泡汤 诸葛亮却对将士们说 一气一满的老兵可以回家了 将士们热泪盈眶 感动不已 但却都不肯回去 为了报答宰相 将士们上下群情激昂 势气高涨 反而以少胜多 打败了卫军 诸葛亮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呢 说话算数是关键 说话算数 说了就要去做 因而有幸 是我们与人和睦相处的重要原则 也是一种做人的美德 我们一定要去做一个诚信的人 要以诚待人 如果没有诚信 就会失去与别人的信任与友谊 整个社会就会陷入混乱 孔子说 人而无幸 不知其可也 可在今天 为什么还会有那些尔虞我诈的行为呢 有些商店因为人气颇高 被地里做伪劣的商品 冒充成名牌商品 虽然说自己赚了钱 但却失去了宝贵的诚信 今后还有谁会来买该商店的物品呢 还有那些冒用别人大公司敏烈之人 还有那些狗仔东拼西臭乱写文章的人 那些伪造假新闻 假文凭 假证书的人 我对这些人咬牙切齿 我恨他们 恨他们是社会的败类 但我也忧他们 忧他们 会不会让更多的人失去诚信之道 写到这里 我的心里不禁为之遗憾 中华民族的美德 应该由我们来传承 坚守信约 由我做齐 答应愚人之事 将说到做到 做人们最值得依赖的自己吧 综上所述 乃我对卫生抱住的看法 以及生活中或时事中的故事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目